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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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各位同员 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绍的图是 色香白里香 色香白里香 它的植株超过40公分 然后属于对叶身 它的叶片很小 属于妥严状 它使用的部分是 它的筋还有叶子花 然后它的筋可以做成精油 它使用可以用来生吃煎烤 也可以用来炖煮醃漬 做成酱料 做成甜点泡茶 蛆虫抗鱼和沐浴 以及药用素食精油 互互互互法 它的用途相当短 被管关使用 它可以使用为各种化碳 止咳化碳的药 做成酱料 在过去没有冰箱的时代 腌制肉品的功能 腌制肉品全部都是 由色香白里香来做的 因为色香白里香和肉品的味道很搭配 而且可以防腐 它有五千多年前 就被安静人用来做更能力的防腐工作 无论是哪一种品种白里香 只要色香微愿 它防腐的功效会越好 这种品种防腐的功效是最好的 它也常用来制作感冒情容症状的药 它无耐是夏季 夏季雨季的时候 要避免积水 会好种在向阳的地方 然后要好排水 通常做种在伤热地伤热比较好 然后雨季的时候 要修剪枝脚让植物的矮株 接近地面治疗减缩 就可以避免雨水温到造成细菱灾 并要立于通通 谢谢大家 我的介绍到此结束